什么是Apple Care家? Apple Care家是一种延长保固的服务 简单讲,就是苹果产品保险 可以让你的Mac、iPhone等Apple产品享有更多的技术支援和维修优惠 如果你的设备发生了人为损坏或意外损坏 例如摔坏、泡水等,你只需要支付一定的自付额 就可以由Apple专家进行检修或更换 这比没有购买Apple Care家的情况下 要花费更多的钱来修理或换新设备要划算得多 你可以把苹果的产品想象成一个人 有时候这个人可能会生病或者受伤 需要看医生,同样的 如果你的苹果产品出现了问题 就需要送去维修中心修理 如果你购买了Apple Care家 就像给这个人买了一份医疗保险 当你的产品出现问题时 你可以免费或者低价得到更好的维修服务 Apple Care家的价格是多少? 台湾的Apple Care家服务专案的价格 会因为不同的iPhone型号而有所差异 一般来说Apple Care家服务专案可以提供两年的技术支援和硬体保固 包括意外损坏保固 你可以在购买iPhone的时候或是之后的60天内 加购Apple Care家服务专案 Apple Care家涵盖哪些损坏或故障 Apple Care家涵盖许多损坏或故障 包括意外损坏、液体损坏、电池衰退等 一、延长保修时间 正常的保修期是一年 而Apple Care家可以将保修期延长至两年 从而让你的产品有更长的保障期限 二、免费维修 如果你的产品在保障期间内出现了硬体故障 你可以免费修理或者更换 三、低价维修 如果你的产品在保障期间内意外损坏了 例如掉落或者水损 你可以通过支付一定的资付额 获得低价的维修服务 Apple Care家是否可以转让 是的 如果您出售设备 Apple Care家可以转让给新的设备持有人 只要到苹果官网登入我的支援 取得Apple Care合约编号 装置序号和Apple Care专案的保护证明 找出装置的原始销售收据 取得新持有人的姓名 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联络Apple支援就能以转Apple Care专案 如何申请Apple Care家服务 如果设备出现故障或损坏 您可以通过Apple官方网站或前往Apple门店申请维修或更换服务 该不该买Apple Care家? 当然了,买不买Apple Care都无所谓 如果你是一位非常擅长修手机的技术大神 而且你的宠物恰好也是一位高明的修手机专家 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省下一笔钱了 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 常常不小心在使用手机时撞到墙壁 或是不小心把饮料杯摆放在手机旁边 那么Apple Care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会发生 最终决定还是在于你自己 毕竟你才是你的钱包的主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秘密 就是Apple Care家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你的设备的二手转售价值 毕竟,如果一个二手设备仍然想要Apple Care家服务 这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保固 所以许多人会更愿意购买这样的二手设备 总之购买Apple Care家就像给你的苹果产品买了一份保险 让你在使用产品时更加安心 Apple Care详细资讯请参考YouTube下方资讯栏里的文章连结 谢谢收看